台北世貿舉辦特色伴手禮展 結果現場高炳業者叫苦連天 因為毒油風暴 讓他們業績跌了至少兩成 尤其南部高炳業更慘 那麼今年南橋董事長陳飛龍 還親自出席想拉抬業績 但是對手義美大廠 這個月豬油已經降價兩次 南橋說沒有辦法跟進 烤麵包香噴噴 高炳業者用香氣 讓消費者留住腳步 還有台南道地施木魚 製作成魚松後再變成石木魚QB 年節前特色伴手禮搶攻買氣 穿著紅色喜洋洋 南橋董事長陳飛龍親自出席 滿臉笑容要替伴手禮展 拉抬業績 還有一段時間 我希望慢慢這個買氣會起來 因為今年下半年 毒油不爆充裁台灣的伴手禮 市場買氣冷清漆 業績下滑了兩成 業者趕在過年前最後衝刺 最慘的時候 我看剩下不到30% 真的不到30% 尤其是在南部非常明顯 台灣毒油風暴以來 食品大潮一枚光是這個月 家用的豬油已經降了兩次 油脂大廠南橋是否跟進呢 它的豬油是從西班牙來的 那麼一船都是幾百噸 那我們南橋也是一樣 所以那個價格呢 是老早已經訂了 它不是浮動的 敏感問題 董事長陳飛龍不正面回應 談到食品的年終能否再上一層樓 也是大打太極 消費者最關心的降價問題 就判食品大廠能夠當領頭羊 降價回饋 記者流浪和晨熙 台北報導 請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